2020年诚意凭借一部古装仙侠言情剧《琉璃》一举月入当红明星的行列 饰演四奉的诚意也由于精湛的演技和深情的人设大大圈返 诚意走红之后 诚意的经纪公司欢瑞也随之有了极强的存在感 诚意也是2020年欢瑞最大的收获之一 不难发现诚意就是近几年欢瑞力捧的小生 资源也是分外的充足 不知道经纪公司是不是都是这个套路 在一个明星因为某一种形式走红之后 便把住这个类型不放 疯狂压榨明星的类型价值 直到观众看腻 由诚意出演的另一部剧《长安诺》硬是推出 希望能借琉璃的东风也火上一把 但事与愿违这部《长安诺》成绩很惨淡 诚意现在的热度基本上还是靠琉璃吵着的 就是是不是诚意的本意先不说 可是必须要承认 他和袁冰岩的CP话题还在为他的事业做着主要的贡献 《长安诺》播出后口碑一直不高 很多观众分了表示 看了几集就看不下去了 作为有言有计的演员诚意 为什么没让这部剧爆火 大家好我是紫云 欢迎来到娱乐有深度 今天小编就带你深度解读诚意主演的《长安诺》收视率不高的背后原因 以及如何看待诚意如今的演技 一 翻拍笑装秘史 剧情无新意 《长安诺》是翻拍笑装秘史 当然没有完全照搬 但是主要剧情和一些经典台词都是一样的 而改动的部分恰恰还存在争议 本来《笑装秘史》是一句清初的历史改编的 而《长安诺》改成了《架空》 也就是导致剧情没有了依托 《笑装秘史》相信很多80后90后年代的回忆 再没有互联网 只能看电视的当时也是火的不行 宁静也因这部剧有了第一美人的美称 观众对剧情都很熟悉 也就对后续的情节没有了期待 自然也就不想追后面的剧情了 2.感情线不讨喜 悲剧结局不符合时下喜好 《长安诺》主线是女主贺兰名誉的成长线 女主以为男主死了 嫁给了男主的哥哥 转头男主为了女主拼了一口气回来 直到碰上女主大婚现场 小叔子和嫂子的感情线就问你虐不虐 参考《笑装秘史》 后继男主为女主平定天下 女主还为了儿子忌惮男主 最后男主含恨而亡等等虐心剧情 看目前的主流市场 现实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 大多数观众都更喜欢轻松甜蜜的剧情 比如《琉璃》 最初吸引大家入坑的就是 懵懂少女和纯情少年甜甜的恋爱 而《长安诺》的虐爱实在是不够讨喜 3.剧情无缝衔接 人物关系混乱 男女主CP不够 虽然《长安诺》敢在《琉璃正火》的时候播出 确实吃到了流量的红利 但是由于很多主要演员都同时出演了两部剧 观众难免有混乱之感 《琉璃》女主的爹爹成了《长安诺》里男主的哥哥 《琉璃》的六师兄成了《长安诺》男主的随从 《琉璃》的柳大哥成了《长安诺》女主的侄子等等 最混乱的还是福玉岛岛主夫人和斯凤在《长安诺》里组了CP 也许是先入为主 赵英子和陈毅在剧中毫无CP感 而看过《琉璃》的更是觉得他们简直是两代人 如此还让人怎么被他们的爱情感动呢 说实话这么多年看见的男演员演技厉害的真的挺多的 但是遇见一个让我顾情这么厉害的师储少见 《长安语》就是这样一个演员 分分钟眼神带你入戏 让你随着他一起难过一起揪心 他落泪你也跟着落泪 他揪心你也一起揪心 本来以为斯凤已经是很好 没想到萧承旭演技一样不会让你失望 他就是那种让你觉得很放心的演员 出道九年 起落人生 真的很喜欢这种三十家刚好的年纪 褪去青涩 有故事感的眼神和演技 陈毅扮演的角色也是将角色塑造的很好 整体演员都在线 还是应该乐观的评价 不带走个人功利色彩 虽然女主的扮相不怎么搭 有些老气 有点姐弟恋的感觉 但演技还是可以的 至少不尴尬 间点是最难超越的 与其《费力不讨好的改编》 不如还是把精力放在打磨更好的原创剧本上来 专注于明星背后的故事 偶尔也做深度分析 我是紫芸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